陈伯达传 作者 叶永烈 第34章 迁出中南海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 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江青一听 发脾气了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 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 查什么脚印 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 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 真是史料不及 1966年11月26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 三个多月中 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 也急于公开亮相 他能接见谁呢 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其手的他 要接见他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 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 江青登台 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 这篇演讲 成为他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立作 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 成为学习文件 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 他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 只是备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 他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 所以他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 朋友们 红卫兵小将们 质疑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 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 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 到发现海瑞罢官 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 江青谈及了文革 他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 他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 伯达同志 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 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 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 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 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 还只是印在传单上 这一回 陈伯达发表讲话 对江青做了热情赞扬 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理论家的热情赞扬 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 是何等的需要 陈伯达在讲话中 称赞江青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 掀起了京剧改革 芭蕾舞剧改革 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金用 杨维中用 推陈初心的革命改革的高潮 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 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 儿童反动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 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 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 理论家的赞扬 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 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 1967年5月23日 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25周年大会上 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恕江青 拍江青的马屁 讨好江青 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 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 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他捧场 不过 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 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依辱罢了 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 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 那是东汉时赤梅农民起义 玉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 刘盆子是西汉远之皇族 算是刘邦的后裔 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 好为牛厉 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 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 年号见世 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 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 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 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同领 1911年武昌起义时 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 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 担任政府厄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 捧捧骂骂 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 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 气愤之际 陈伯达竟然也说 我成了刘盆子 在陈伯达看来 刘盆子不过是傀儡 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 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 但他们毕竟是一伙 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 完全一致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 刘书彦报告 在陈家后门的外墙 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书彦走去一看 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 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 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 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 家中出现这等怪事 那还得了 刘书彦马上告诉保卫部门 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 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 首先受到怀疑的 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见之隔的是董毕武家 董毕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一大代表 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镜 鼻子灵的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 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 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近了江青的耳朵 江青一听 发脾气了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 知道脚印一事之后 回到家中 跟刘书彦吵了一架 已无济于事 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 只得忍气吞声 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 准备搬家 没多久 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 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 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 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聚云 是一位中学生 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氛 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 如此而已 既没有翻墙而入 也没有偷听 偷看 可是 这一起脚印案件 居然导致陈伯达牵出中南海 真是始料不及 陈伯达埋怨着刘书彦 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 这么一来更加紧张 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 在中南海吵架 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 如今到了那么一大片人 你也迟早会倒的 刘书彦跟陈伯达吵架 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 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 有时刘书彦言辞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